這個不是主鬥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音樂熟的問題 如果去年的教會普查 你都可以看到 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的很嚴重 你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 你不讓人走去你私人地方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想推人 我們已經報警 你報警你不要再推人 不公義的態度 公平應該只有四種才有 公平公義民權 剛才你說到五月大會 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圍標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裏是 門徒公義 對 除了毛議員和議員 除了毛議員 之外 其他議員對於派遣的 有什麼看法 是否都是抗拒 或者其實 當時沒有其他措施 才會再想派遣 先回答一句 就是人民力量 陳志全議員 百分百贊成派遣 逐個報告 郭家琪 當我們還是看到老人家 床都沒有一份 任何藥都賣不到 針也打不到 除非政府說這些事情不應該做 否則我看不到 為何我們沒有照顧到 在社會上最需要的人 當然如果他是因為經濟上要做的 麻煩他做全民退保 不支持 我們佳工過去是不支持派遣 但是呢 我們見到政府近來 不斷用了很多錢 洗到一些大白帳的工程裡面 是很浪費了社會資源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不如拿些錢出來 是為了一些有需要的市民 派遣可以做一個短期的一種紓困 但是同時期呢 我也希望政府呢 在這麼大的營業底下裡面呢 是除了你派遣之外 還是需要怎樣呢 是增加一個經常性開支 還有是多些社區的基礎建設 包括剛剛所說的一些 比如亞科醫院 診所 院舍等等呢 是會迎接我們未來社會的人口老化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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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大個政府,有時傳媒問我們,你認為應該先做哪一件事? 我經常都覺得,為何要先做哪一件事? 因為這麼多人都可以做的,所以我覺得沒有排他性 如果有這樣的資源的話,應該用多種方法去解決現在社會的問題 我補充一下,其實你說派不派錢,首先最簡單的 現在流感高峰期,我們醫院住到130% 有錢,你都建多幾間醫院,還有現在的經濟是向好的 派錢是用來刺激經濟的,我看不到現在的環境 是有需要用派錢這個手段來刺激經濟 所以我是不會支持的 好,我想我再說好了,好嗎? 因為這裡是有不同的組織的意見 民主黨一直都說,今年的財政盈餘是接近1800億 那麼高的數額,我們都一直說 就是其中可能有幾百億都會預計做一些 我們叫做一些利民紓困的措施,可能承接著過往的 無論是商量或各方面的東西 但是如果是以不同的形式去處理這些雨露軍殲的安排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考慮的 總的原則就是說,當政府的資源這麼龐大的時候 這個收益是一斤1800億的話 它怎樣能夠令到那個派桶或紓困的措施呢 是成了最有效果的手段呢? 這個最有效果的手段,我覺得是不應該限制了它的方法 過往是用了很多派桶的方式 但是那裡的數字已經是四五百億了 如果這四五百億是轉成另一種方法的話 我相信也是能夠起到雨露軍殲 和大家一起分享經濟成果的安排 好,剛才第一節就超市 今節我們要做短一點點 好啊,沒問題 這一節我們有一個新的建責主持加入的 就是Oreo 介紹一下自己 Oreo,大家好 做建責給今天 第一次很緊張 歡迎他 不用緊張的 因為我們錄播而已 如果緊張說錯話,隨時再錄播而已 是的,沒錯 是的 節目開始我們就播了一段片 就是這個預算案 這個魏民主派的記者會 今節就是講回這個財政預算案 以及這個未來星期日的補選 嘩,這期真是熱鬧預算案 沒錯 上個星期大家應該在各大媒體和平台都看到這個財政預算案 真的被人罵爆 是的 特別是那個海洋公園 無緣無故拍一萬張票給那些中小學生 他根本是浪費錢的 你真的發覺在這個預算案之前 是有些聲音覺得應該要派錢好過的 是的 但他公佈了這個預算案之後 是幾乎所有人都覺得 你派錢好過啦 喂,連藍絲廣人廣地那些都受不了他 你直接派錢好過 是公佈了這個預算案之後幾乎是一錄這個論調 是的 而你看回這次我們為什麼要播這段影片呢 為什麼要播這段影片呢 就是這段是在預算案公佈之前播的 那一班泛民的議員呢 就有些表態啦 對於那個財政預算的什麼意見 但是呢 去到戲玉 去到當有記者問他們 應該派錢的時候呢 你知不知道你聽完之後幾個泛民議員 哇,郭家麒啊 毛孟靜啊 那些你聽完之後 你聽完之後 喂,你發覺呢 最起初的時候 當有記者問他們 喂,那你們的立場是怎麼樣呢 立刻他說 啊,這個陳志全啊 他是支持派錢的 嘩,企圖就用這件事灑走記者嘛 喂,但是不是 但是陳志全都是泛民來的 陳志全都是泛民 但是陳志全是泛民唯一 是鮮明去極力爭取要派錢的嘛 是啊 而這個記者再繼續去問的時候 再繼續去問的時候 跟著其他的議員才死死氣 就是說,其實我是反對派錢的 不過 哦,不過呢 如果政府要這樣做的話 那就支持 那就派了 就是很不情願 他們根本就是不想派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些議員 他們都知道民情是怎麼樣 知道民情是要派錢的嘛 但是他們就選了一個很愚蠢的立場 就是去反對派錢嘛 寧願去全民退保 都不派錢嘛 所以他們起初是很想迴避記者這個尖銳的問題嘛 但是記者都真的懂得把握時機 立刻問他們 哇,派錢是怎麼樣的 於是他們都沒辦法逃避 那當然啦,你想一下 你魏民主派舉行了記者會 在這個預示案公佈之前 去企圖先壓 哇,這個活動說 政府啊,你這樣不行的 你這樣太差了 你要這樣這樣 但是最後被記者發覺 咦,不是啊 我們全部坐在這裡的人 都是反對派錢 又或者好像民主黨這個立場 我們不反對的 但是你沒有極力去爭取嘛 他最需要什麼呢 他說爭取全民 好像說退稅 他寧願退稅給一些中產 好像退稅上限去到四萬元的 我記得 那你寧願派錢啦 你派錢又簡單 還有所有人都可以受惠到的 真的 你現在派錢都不知道派什麼 DSE 你會不會考DSE 嘩,真是恨重考你考 你有沒有考啊 喂,免費當然是考啦 哈哈 你已經過了 是不是 過了 你過了,還不考 用下政府的資助嘛 是啊,真是 那海洋公園呢 你不會啊 應該沒有機會 應該排得也不太多 哈哈 有些人計算過那條數 不是啊 你以前說共產學校 每間學校最多拿十張票不夠 好像只有七十萬個中樓學生 就是派錢派到有民怨呢 就是我第一次聽的 就是想說的 真的 派錢派到真是全城會鬧的 唉,真是 而你見到 這個偽民主派的表現 絕對去不堪 我覺得是非常差的 就是你作為一個反對派 反對派會反對派錢 不是玩食字 反對派會反對派錢 是奇怪的嘛 真的 很奇怪啊 真的 而你見到這幾天的表現 其實他們是想鬥的 但都沒有辦法 怎麼鬥呢 鬥不了 因為這個立場真的反對嘛 是啊 朱凱迪就最壞了 之前就說到反對派錢 你聽到朱凱迪的立場 之後呢 去到質詢的時候 就問官員 喂,你為什麼不會派七千元 這個不是更加公平嗎 這個人真的是票王來的 所以現在 偽民主派幾大聲去說話 都會被人罵的 是啊 你無論在議會或者對著咪 你嘗試去罵這個才爺 是 那些人會反感啊 是啊 因為當初又是同一班人 去反對派錢 現在大家甚至會覺得 這次財政疑說 我沒有錢派 都是這個泛民成功爭取 成功爭取 一手一腳造成這樣 是啊 那你去按据的嘛 因為 接下來這個星期日 就是補選的了 是啊 補選之前 竟然會激怒這麼多市民 嘩 這個完全是一個 政治上面的自殺 自殺 啊 那阿尼還有什麼看法 其實根本呢 其實 現在胡志偉 無緣無故去說 就是說 我們建議就是 推差響 就是增加到四萬 根本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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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更加多的中層受惠 而不是基層 現在基層最需要的 喂 那你就是說 沒有 沒有本交稅 又沒有 又沒有物業 那些 那些基層市民 身為劏房裡面的人 喂 那他們都幫不了他們 這個財政疑算案 都幫不了他們的嘛 那你胡志偉這樣說 是不是就是忽視了他們的需要呢 其實最簡單 一句說話 今次這個財政疑算案 就是一個劫貧制庫 還富於富的一個預算案 沒錯 你窮人 在一些什麼都沒有的人的手上 去搶走一些財富 但是你扣過這個預算案 再分配的時候 你竟然是分配給一些 已經有的 有錢的 中產的那一批 是 而那批M毛的人士 就是住深水埗 劏房 那些 什麼都沒有的 你推差響是沒有用的 就是那些業主 那些業主 那些業主 他們又不用交稅的 他們窮到稅都沒有得交的 那麼 在今次這個預算案裡面 根本是沒有任何的所謂可以拿到的東西 是啊 但是陳茂波 你就真的做過這麼厲害的預算案 是 所以本來每人派錢已經是最直接能夠受惠的了 但是你這個偽民主派 偏偏要與民為敵 是啊 與民為敵 接下來這個禮拜天的補選 我都不知道他怎麼搞 是啊 你說起今次這個補選 有一件事我必須要講一講的 你有沒有留意到今次這個補選 偽民主派叫得最響的口號是什麼 是嗎 DQ 然後是什麼 反DQ 最主要是反DQ這個口號 嗯 我想說 當然我們的立場對於偽民主派 是有一個批判 還有我們也發起一個行動 就是接下來這個禮拜一 就是要杯葛這個的投票 但是隨著這個立場來講 我純粹技術分析這個反DQ的口號 我會覺得 偽民主派你選擇這麼多口號 你不要選擇反DQ做口號 是啊 你可以選擇很多東西其他做口號 例如什麼 反威權也可以 是啊 或者什麼 泉水四席也可以 是啊 你可以選擇很多東西做你的競選口號 但是我純粹技術上的分析 你不要選擇反DQ做你的口號 是啊 你又反對不認同這個DQ 但是你就參與 積極參與這個因為DQ而引發的補選 你是自相矛盾的 是啊 你既然覺得這個DQ是不能夠接受的 你覺得因為這個DQ是不應該發生的 但是現在要補選 整個補選就是因為DQ而引發的 那你就不應該去參與 如果你選擇這個做口號的時候 跟你現在所做的事情 是完全矛盾的 是啊 矛盾的 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幾個 一會兒錄完音 就去旁邊的雲吞麵店 叫四碗雲吞麵 誰知道一隊上來 發覺 咦 四碗雲吞麵裡面都有小強的 Oreo你怎樣 你看到四碗雲吞麵 你想吃的東西 你有小強 你怎樣 換個碗吧 你呢 你會怎樣做 直接不吃 你會直接不吃 問他有什麼事 是啊 可能我就叫他 你要賠錢 不是立刻 我就報警 叫做食環處 是啊 可能 像Oreo說的 那時候你的選擇是 換個碗 換個碗 你是什麼 我叫一個師兄來 問他有什麼事 什麼事 不吃 我可能要他賠錢 這些可能有不同的選擇 但沒有一個選擇 會是 好 我們把這四碗雲吞麵 全部吃光 連汁也要喝湯 連小強也要喝 不會有這樣的選項 我們覺得這件事 是不能夠接受的時候 我們可能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但也是拒絕的 就是你換個碗給我 換個四碗都給我 又或者我實際上不要了 你不要收我錢 我現在立刻走 蓋在旁邊吃披薩 好說 又或者我不接受的時候 我很不滿意 我非常不滿意 你賠錢 你不賠錢我就報警 如果我們不能夠接受 反對這些事的時候 是會採取一個 say no的態度 但絕對不會有一個態度 就是say yes say yes 我把這四碗全部吃光 連湯連汁連蔥連小羊 全部吞光 不會有這樣的選項 但你 民主派 你打著口號就說 反DQ 事實上最積極去參與這個補選就是你 之前有搞初選 不是 那初選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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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初選 有很多的爭議 特別是九西那個 九西那個 九西那邊 因為其實都 引起了 現在很多泛民支持者 都是不滿意馮掩基的表現 經常都諷刺他永續參選 那些事情 朱凱迪也是在Facebook都說過 都曾經說過 說 找回以前的泛民的議員 退了出來的 去做遙重燃的Plan B 那你就不要搞初選 你搞了個初選 有第一名 有第二名 有第三名 接著你又怕遙重燃又被DQ 那就應該第二名補償 接著你又輸打贏要 就說不行 如果你找馮檢基輸硬的 不要啦 然後就勸推馮檢基 根本最積極去參與這個補選 就是你 偽民主派 真的很噁心 我真的沒見過 有一個政黨會認真到這樣的 是想起Plan B 甚至Plan C 真的很怕拿不回這幾席 即是你那一口就說 反DQ 事實上 對於這個反DQ 引起的補選 最機不可失 不能夠失去的就是你 即是你那一口就說 這四五門吞麵裡面有小強 這四五門吞麵裡面有小強 那怎麼辦 你不退 你不賠錢 你不賠錢 我吃光 我就在你面前吃光 這四五門吞麵 那我為什麼要賠給你呢 所以政府下一次沒有理由不DQ 我DQ了你四個人 六個人 你都這麼積極 要拿回這幾個位 共配合我 我謝謝你 那下次繼續沒什麼所謂 反正你都會繼續派人去參選 是嗎 只要我不要同時 一個選舉裡面 同一區有兩個位要你去爭 那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兩個位的時候 你就應該會怕 一 你拿不完兩個位 你怕這件事而已 那你是被林鄭看穿你的老爺 所以我說 你不要用反DQ做各個競選口號 你自己根本是自打嘴巴 但我想說 這次我們門徒始終發起這個杯葛 我們正正是要用反DQ做這個口號 因為當你是真的 沒錯 對的 DQ我們是絕對不滿意的 我們覺得不應該發生 甚至不合憲法的 也是一個不公義的做法 那我們是要反DQ 那你反DQ的時候又怎樣 就應該像我們這樣 去告訴別人 我們要配角這個 因為DQ而引發的補選 沒錯 我們不是要跟政府妥協 政府看死這個偽民主派 會死死地去參選 但不代表我們要死死地去配合 我們仍然可以說No 怎樣說No 就是扣過我們手上的選票 但我不投票 不投票也是一種表態 你明白嗎 不是投八票 不是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因為這樣都是計算下去的票數 沒錯 簡單一點就是 你知道當平時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不去票站就可以了 沒錯 直接不進去投票 那就能夠把投票率有多低 推到多低 越低的投票率 甚至超過可能一半合資格選民 不去投票的時候 就能夠告訴政府 有超過一半合資格選民 不參與這次的補選 是不滿的 是不能夠接受的 至少我們有義務 將這個信息去帶出來 是的 而我們有機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 補選來說 那個投票率 比正常換屆的選票 是低的 應該是低的 是低的 再加上 這次我們看到 其實觸變的氣氛 那個選舉 其實都很淡 很淡 很淡 真的很淡 我今天在Facebook那裡 都看到一些黃絲的教目 他們都扣勞一些他們身邊的信徒 鄧英姊妹跟他說 未來這個星期日 我還是不去投票 是的 你看到這些信息 其實都知道 今次這個選舉 要不就不知道有這件事發生 知道有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可能支持開偽民主派的人 看到偽民主派的 現在在議會裏面的表現 竟然會反對派錢 那你都沒有辦法投票 投得下來 是的 Orio 你身邊的朋友 有沒有說起 補選這件事 沒有聽他們提過 應該你也不知道 知道 但是真的 你真的知道 是的 但不是說很追得貼 還有 今次參選區 和我的朋友都沒有份 所以大家不會談 你有沒有份 我 呃 知不知道今次哪些區有補選 知道 知道 你知道嗎 是啊 真的知道 你把自己反轉了 嘗試說一次 嘗試說一次 很難 三區 三區 新東 九西 還有港島 啊 對 太好了 太好了 而我想說 今次這個 預算浪裡面 你看到 魏民主派的表現 真的完全不堪 是的 有些人 在網上去反對我們 覺得 如果我們去杯葛 不投票的時候 那就會適合所有建制派 去拿這四席 但是 朋友 你看看今次這個 預算案裡面 魏民主派是有份 去反對派錢的 是啊 你會發覺 如果 就算今次這四席 完全 魏民主派 拿不回來 是沒有東西值得可惜的 是啊 你選這四個人進去 他們繼續禍港 是啊 所以我今次 真的給多一次 的選擇大家 給多一個理由 大家 如果大家還是十五十六 覺得 接下來這個星期日 我不去投票的時候 魏民主派會輸 我們看回今次的預算案 輸還好啊 是啊 是啊 根本一舉三得 第一 我們可以向政府 顯示我們的力量 是 顯示我們不去投票 杯葛這個DQ 反DQ的力量 第二 亦都可以幫助 去打破 現在很多市民 還在迷送議會 這個這樣的迷思 是啊 第三 也都簡直 可以懲罰這個法文 是啊 懲罰法文 其實 另一樣東西就是 在現在他們的表現 特別很多的議案 裏面 有些法文成員 是沒有投票 甚至是棄權票 甚至是投錯票 舉個例子很簡單 如果大家記得 去年選舉事務處 電腦失事案 損失了七百萬的 全港市民的資料 全部都沒有了 但是呢 在內委會 鄭松泰說 要用特權法去查 結果 25對25 結果 有三個泛民 是沒有投票的 結果 李慧琼 一票之差 關鍵一票 就否決了 是的 所以最後 再去重測一次 呼籲大家 在這個 接下來的 星期日裡 去杯葛 這個投票 顯示我們的力量 是啊 杯葛 其實是 大家要看回泛民以往 上一年 你這些投票的結果 出席的紀錄 其實是全部都有的 其實是公開的紀錄 大家可以出得到的 好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有沒有補充 沒有 沒有 最後 Aureo幫我們讀一讀參選名單 好 各區參選名單包括 來探討兩個很重的主題 包括盧龍江牧師的訊息問題 以及財政預算案的泛民 反對派錢的很差的態度 主要是求你讓我們 首先是求你讓我們 有一個敏虐的心 去敏虐現在的所謂的 教務 一些傳道人領袖 究竟一些聖經的說話 究竟有沒有一些雜質 有沒有一些錯的地方 主要是特別在這個時代的裏面 是很需要的 主要是知道 在聖經的裏面 都有很多假先知 假教師的一個問題 這些假教師 假的一些傳道 都是會去迷惑人心 去令到信徒跌倒的 神啊求你去懲罰這些人 因為他們 涉足了你的說話 他們完全是沒有 將你的說話正確去解讀 主要求你 也求你讓我們信徒 真的要警醒這些說話 去警醒這些領袖 不要讓他們一些外表欺騙 讓我們有一個 甚思明辨的心去拒絕這些 教導 另外也為香港的前途交給你 因為我們都看到財政預算網的裏面 一些泛民 一些非結席陣營 一些醜 一些醜態 讓我們都看到 神啊我們都看到 原來這些議席 真的已經 已經不再重要了 最重要的其實是我們 要求我們去購過一些行動 去向政府表達我們的不滿 主要求你 讓我們都求我們信徒 能夠看見事物更加去全面 和徹底 讓我們不要被一些過往的思維 去捆綁著 譬如議席 亦都求神 讓我們在這個時代的裏面 不要灰心喪止 因為這個是我們信徒的責任 亦算解決不言處 託告是奉諸耶穌基督的聖明志祈求 阿門